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很多人 包括一些宗教学家 就是宗教大的认识 还有一些科学家 医学家 他们在年龄 六七十岁以上的时候 对社会有着非常巨大的贡献 我们可以看到 大事啊 有 Basically 那些人 大事啊 是非常重大振吗 那一些工程 即使都分析 无论的舐渐 像养牱开 这些人 70岁 是人们 这些人 不 zar 社区 在 wichtig 有些人可能想,我現在已經六、七十歲了 可能對社會做不了什麼大的事情 其實也不是這樣,心的力量非常強大的 像中國的歷史上有一個女皇 她是第一個女星當皇帝的 她是在67歲的時候認為 她是從六十七歲開始吃癡 有十五年來的歷史上 一個人像我,在60歲 人們在60歲的歷史上 開始說 她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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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不是不可能 比如說 在歷史上 在歷史上 她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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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在歷史上 她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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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女总统叫做普拉德巴 她是74岁的时候开始当国家总统 一直到07年的时候开始上任 一直到12年 也就是说 从74岁开始做整个国家 像印度这么大的国家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他们整个国家的大师 从74岁开始一直做到五年时间当中 开始做国家的大师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的新的力量 如果能提得起的话 年龄应该不是成问题的 un autre exemple c'est ce qui s'est passé en Inde donc en 2007 il y a la première présidente en femme en Inde Bradia Badière 她开始了 她在2007年 74岁 她是从2007年到2012年 她是从2007年到2012年 夏招仁波切现在在尼泊尔 她经常在山洞里面 听说今年是一百里五岁 前一段时间我在河南的时候 有一个瑞士的佛教徒 他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见过他 他现在身体特别好 不管是怕山也好 在那里都是像小孩一样 蹦蹦腾腾地走 所以一百零五岁的人 他还可以参修 还可以给别人传递这种真理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 从人的自己的毅力和智慧 就是要有一种信心 就是这个很重要 一三个例子 是汉汝西尔 他现在有 105岁 他在尼泊尔 我会说的他在尼泊尔 我会说的他的过程 在尼泊尔 现在今天 他在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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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后 我以为他又是一儿 他还在尼泊尔 连那Work 一人的荣誉 他曾经验成 跟远尔 一人的荣誓 一人的荣誓 一人还可以做到的 我以前在尼泊尔 有一个叫 Benhuan老尔尔 就是 Benhuan老尔尔 他是 一百多歲的時候,我去見過他,我們一起吃過飯 吃完飯以後,他去轉那個佛塔 然後我都有時候跟不上他,他跑得特別快 後來在一百年六歲的時候,圓寂的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在想,我們的人家 人的身體呢,就不斷地可能要鍛鍊,跑步,爬山,爬露體 還有,如果你是有信仰的話,就磕頭,定義膜拜等等 這樣的話,對身體就是不萎縮 就是整個肌肉,就是逐漸逐漸形成一個非常健康的身體 即使咱們 start試著熱 fog,也需要先採用 tube 要幫忙自己ered上來,這樣的做成果 如果咱們是真課 咱們可以也訓練 therefore,咱們也要挑一擔顏 所以亦有奈祀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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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祀.. 然后心灵 我们的心也需要有一些修炼 比如说修瑜伽 修基督教的很多观想和祈祷 或者说佛教的一些观修和祈祷 还有一些其他的参修 这样之后心里很包容 很开心 当然 心里也有一种心理的爱和断念 我们不需要只剔花 подар设 在修佛教的中心里 在各种不同的 religion 有的经验的学生 比如在习惠的教育 在习惠中 我们说的 meditation 所以这些学生 都可以保持 一种正常的健康 的健康 不管是怎么样呢 我们的晚年 我自己也在想 我希望我们很多人的晚年 应该在一种 在学习和利他 就是帮助别人的这样的气氛当中度过 我希望 那种地区的重点 在学习的重点 在学习和文化的历史上 为助于其他人 尤其学习非常重要 我们藏地有一种名言 即使你明天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今天还要认认认认地学 因为你所学到的 这一辈子不一定要用得上 但是下一辈子 就像我们春宽春签一样的 下一辈子 你可以继续试用它 在学习 为我 是重要的 因为在台湾上 说我们也认为 我们必须死明天 明天 我们必须死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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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知识 可能不必须死明天 但我们必须死明天 你们也可能看过 包括一些电视 有一些画面吧 因为藏地的每个人都有一种信仰 都有一种对自己的生命有归属感 所以脸上都带有这些笑容 而且每个人觉得自己的晚年过得很快乐 很多人不会有寂寞 不会有怨天诱人 或者是对亲人的不满 很少都是这样的 这是一种普遍性的 我并不是在这里宣传什么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 一定 subscriber 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在电视频 放过来电视频 有些侣的照片 在许多的 exposure 都是小冠 Пред 他们有信念 他们冻这些义 他们的信念 他们不伤疯 他们不让人感到这种疯狂 中的感知 不然他们不被关系的关系和社交问题 这真的真实 而不是只是显示的广告 我在我的家乡见了两所经老院 一所有200多人 还有一所近100人 他们的生活非常重 上午学习、下午学习 还有平时自己祈祷、禅修 没有参加的时候 有些人在家里无所事事 但参加之后觉得自己有一种集体感 也有一种生活的获利 但这些人在学习中 在生活中 这些人都没有伤害 我自己也觉得我所做的一些事情当中 这个经老院我很满意 每次我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对我的表情也是很好的 我对他们也感觉很满意 也是很开心的 尤其是在这两个房子 尤其是在这两个房子 我们有很多知识整合 整合很多知识 然后能学到 就像刚才教育章提到的一样 从宗教学也好 哲学也好 医术也好 科学也好 等等 很多的这些知识 我们有共同的团体 就可以完成 如果是个人的话 那么这些学业都是不一定能完成的 我认为检订 我认为很好的 本来做我们通过 用选的研抢 讨计 上三个 所 told的 这些研究 在关系 中的研究 做法 中的研究 我们可以专门学习,教育,教育,教育 在一个群体,在一个群体 我们可以专门学习,学习 我认为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人穿得更漂亮 然后年色,气色比以前更加好看 很多人大半的也是漂漂亮亮的 心情也开始非常舒畅,开心 同时我们现在的社会 也需要很多人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认为当我们在一个群体 所以在中国的书教思想中 有一个叫做 也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名言吧 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那么人活了多少年 一直要学到戒书 还有你们法国的思想家 非常了不起的作者 就是所论 他也说过 人越来越老的时候 他的知识越来越丰富 所以我想 不管是东西方的哪一个知识界 都认为我们人生 要通过学习来完成这一生 在南中国的思想中 就说我们学习 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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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人介绍的名字 Solena 是一位俄语 我相信 他也有一个 Solan 我们学习 我们学习 比较年龙 我们学习 比较年龙 比较年龙 比较学习 所以它是重要 要继续学习 当然 我们学习 就是不能拖时间 一定要 明日复明日 明日和其多 就是 有些人 可能我现在 暂时没有时间 以后再学 以后再学 这样的拖延 不管是什么 年龙阶段的人 都不太合理 它必须不必 要继续学习 在最后 在学习 说 我学习 在最后 现在 我没有时间 所以 我没有继续学习 到最后 以前 佛教里面 有一个故事 佛陀 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 有一位 八十岁的老人 他正在 给自己 特别有钱 他正在 给自己 修建 一个特别 豪华的房子 夏天的 亮房 冬天的 乱房 等等 一直在建 在冬天,夏天,之下 这位老人很有才华 他自己做设计,自己做建筑,工程师 然后一直在操作 这位老人有很多的 talent 她做了自己的努力 她自己的建筑,自己的建筑 她自己的建筑,自己的建筑 然后一直在操作 佛陀当时想 她的生命就不多了 应该给她用通过佛法来 就是传一些真理 让她获得解脱 所以亲自到她跟前去 给她说 你稍微听一下 我给你讲个真理 但是这位老人呢 就是她说 她说我特别忙 没有时间 以后再说 然后她就没有接受 后来佛陀离开之后 第二天 因为她在建筑过程当中 人已经死了 离开了这个时间 但是这位老人 这位老人 在这位老人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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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间 就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 人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定要 从事自己 要认真学习 同时呢 为社会 和为家庭 做有意义的事情 也不想 各种 religion 各种 religion 各种 各种 要工作 要做 要做 因为 世纪 不永组 所以 都人们 需要 做 做 做 良好的 人家 和社会 感谢观看